你说我老婆 是领导干部的家属 所以政治规矩你得懂 不能把社会上的 外面的那些负面影响 带到家里来 一丝一毫都不行 明白吗 这堂课我已经上了好多遍了 我早就明白了 咱不说了 来 再吃一块可甜了 来 咱不说了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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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 躺着 好 躺着 躺着 以前的我老 老躺 趁中午休息的时间来看看您 院里这么多事那么忙 就别来 我今天来啊 一是谈病 二是有件事 想跟您汇报汇报 秦航 秦航 你快看 他是不是在船上杀人 这个案子关注度很高啊 你看 点击率都过千万了 就是他抓走了姐姐 他没头上巴痕 我是不会记错的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等这个案子审完了 我好好跟公安机关说一说 让他们再重新调查一下 原来他怎么可能说实话 你答应过我的 你说一定会找到姐姐的 现在说话不算话了 我不是说话不算话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 那法律的事情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做交易呢 这都五年了 又有别的办法 早就找到姐姐了 现在这是最好的机会 又这么不在意我姐 我不是不在意你姐姐 一个案子归一个案子 你不能都掺乎在一起啊 你还是不相信我 郭伦 郭伦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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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郭伦 怎么出去不联系我呀 你谁呀 我谁 范大志啊我谁 范大志 范大志 阿伦 兄弟 想死我了 终于回来了 再久没见你了 头发短多了 你也帅了呀 来来来 坐坐坐 怎么样 还好吗 在里边特苦吧 行行 没事没事 行行 行行 你在哪儿 行行 你快来救我 我好害怕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我可多话想跟你说了 我这一肚子化呢 你不在这日子呀 我真无聊啊 千 喂 跟我同学在一块呢 我知道 行 给你发个定位 可以了吧 发定位 一个特别多事的姐姐啊 哎呦 现在连姐姐都泡了 怎么无聊不无聊 正经点啊 证件 证件 说个正经事啊 我现在呢 辞职了 我打算创业 做游戏公司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跟我一块干 我现在 很多东西还是学习阶段 现在学黑客技术 我还不够成熟 没事 你连技术我还能不知道吗 黑客 别黑了 我告诉你现在 就做游戏 手机游戏 我跟你说 大正 怎么样 天悦 人都起了是吧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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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日子就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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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委会二十五个人 招了十七人 三分之二以上 可以开始 哪位同志先说 我先来吧 好 肯定大家都有一些 自己的分析判断 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说之前呢 我还是想先听听 恐怕大家也都想先听听 分管刑审的欺负院长 对这事的指导意见 确切说吧 就是对三位被告 如何定罪量刑 现在争议最大的 就是在 正夺的定罪量刑上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呢 我还是那个意见 这个正夺啊 一开始 他就想抢那点钱 他为了让别人啊 不知道这点钱的来路 所以呢 将王桂平杀人灭口 犯了这个抢劫罪 和故意杀人罪 情节呢 比较严重 最高 可以判到死刑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还真有点对不起 我们跟你的看法 有一些冲突 有冲突好啊 真理越变越轻 不过 周厅长 你刚才说的我们 是说的我们 沈委会大多数吗 可恶可恶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 要不我先来谈谈 好 我认为齐院长说的抢劫罪 证据是不充分的 首先呢 这些都是何怡婷的一个推测 注意 这仅仅是一个推测 我们并没有实质的证据 来证明正夺 想侵吞那段赃款 根据卷宗 她是在制服王桂平之后 才发现的那段赃款 这其中 我并没有发现 什么预谋抢劫的犯罪事实 我同意董厅长的意见 我判定抢劫罪不成立 他捅王桂平的最后一刀 鉴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 按照故意伤害罪中的 防伪过当原则 我认为对他酌情予以减刑 是符合法律精神 我不同意 老牛 沈委会尊重每一位同志 独立选择 刚才呢 董厅长从细节上 谈了一些对此案的看法 我想再从宏观上 聊一聊我的想法 咱们国家的司法实践呢 是一个逐渐完善 和进步的过程 最高法这些年 一直都在强调慎用此行 这个慎 就是要我们谨慎 能给人真正 悔过自新的机会 那才是善良的法治 这个卓庭长的意见呢 我想啊 我赞同一部分 慎用这个死刑啊 这个慎 除了谨慎 还有审慎 是我们对死刑 对法律的一种敬畏的精神 除了敬呢 我觉得还有慎 在这个王贵平受了伤的情况下 郑多呢 就轻而易举地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谨慎地不判那死刑 那杀一个人的代价 就太轻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 那咱们法律的威慑力何在 说得好啊 说得好啊 有话 你说说 刚才前面几位同志争议也很激烈了 我想让大家看看网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 这几天 这篇文章 我搜了一下 知道了 找到了 刘婷 您想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到昨天晚上为止 光留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 这个发帖子的人认为啊 这个郑多他就是个英雄 要不是他 再受遗传 他永远不可能安全地回来 那么遗传上的另外两个人呢 也不可能幸存 甚至 银行的结案 也将时辰打开啊 若婷啊 你的意思 郑多还成了英雄 那是不是我们还应该送他一面锦旗啊 若婷啊 这个嘛 也不够否认 他毕竟是救了两个人嘛 你的意思是说 一个抢劫犯 要是杀了一个毒贩 并且抢走了毒贩的钱 那反正是为民除害了 老牛 老牛 你这是抢劫犯啊 这分明是两码事嘛 是什么两码事呢 我觉得啊 这个郑多啊 和他们说的这个英雄啊 有着本质的具体 所以啊 这个说法 总觉得有些偏差 旭 王贵萍的死 霍婷的意见也是一种参考 我看要不这样 既然大家的意见总是不能同意 还是走成去了 同意 表决 同意 同意 燕燕 你自己死的 那好 咱就表决 同意 证度 防卫过当 予以重新判处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请表决 省委会一共到会十七名委员 酒票 已经过半了 通过 请出咱 好 咱们先吃午饭 你饭后 接着讨论 罗总 你看 广场门口的视频也传到网上了 这静坐抗议的人 比我们预想的要多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 就严重兴手 您呢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只想让凶手复发 有很多网络红人大V 都参与了进来 这是一呼百应啊 余主任说 其实我们可以组织更多的人 一天也就一百块钱 不过就是坐在那儿哭一哭 很轻松的 人多人少不重要 冠军是能让吴书记看见 就可以 你没说 这都是家属吗 是 有的是死者家属 要求尽快严惩凶手 有的是幸存者的家属 坚信自己的亲人都是无辜的 要求法院赶快放人 你闹 家属们也就是说 法院一直不给意见 所以才让市委领导替他们定夺 如果再不给个说法的话 他们就准备一起到北京 无闹 赵林书记 是我 什么 把上访书都递到神尾去了 中院不可能揽证作证 不会 不会报比罪犯 好 是的 请赵林书记放心 好 好 杨公良同志吗 虽然说这个王贵平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郑多 他明明是在处心积虑地抢劫杀人 才判了六年 我看赵这么下血 用不了两三年 他就可以简简出来了 真是气死我一个到小 要是赵这样发展的话 再过一两年你就被气死了 我现在就要被气死了 喂 杨媛 好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没事吧 你行 如果我们不去延长庆程 老北京还会急上 这样 对齐洲的平稳发展 会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中央省委乃至全国 会不会对齐洲的法治建设 留下负面影响 投资者 对齐洲的投资环境 会不会丧失信心 总之 这一切后果 我们都要考虑 不能让老百姓 对政府丧失信心 对 领导还询问情况 对 郑多的良心 感觉都差异 问 在法理上 能不能站住脚 家属的视频都上了头条了 这网上议论暴增啊 从昨天开始 竟然还有一个 网上发起的 在线静坐活动 静坐活动 我看看 他们这要干什么呀 这是用来声援证夺的 一个重担案件 往往要承受 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啊 所以啊 这就要求我们法官的脑瓜 一定要保持信心 我就奇了怪了 你们说啊 今年光渔传案 发生的就有三百多起 所有死亡人数加起来 比我们这个单个案件 多多了 造成的损失 也比我们这个案件大多了 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说 老百姓对这种渔传案件 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就单单对我们这起 那么较劲呢 这就叫人言可畏 有些人 并不真正地关心一些真相 一个突发事件 所激发的想象 如果能够震撼的那些人 多愁善感的那颗心 那么哪怕其他的事件 他的后果要比这个事件 严重得多得多 但他们依然会天天念叨 这个事情 真不知道该笑 还是该闹 约婷 时间到了 该开会了 好 我马上过来 秦文静在杀死王贵屏上 属于共同犯罪 案情节应该定为 故意伤害罪的 帮助犯罪 秦文静想推刘凯下船 见其没有落海 老婆 你知道我是爱你吗 老婆 这种一而再 再而三地想害死刘凯 就算其中 有可以宗旨犯罪的机会 都全然不顾 痛下杀手 这属于含有主观恶意的 故意杀人罪 依法 预言判 我认为 判斥他死刑 是何警作理的 同时又给被害人家属 一个可报的起头交代 听听听听 上午还在说 盛用死刑 尊重生命 下午说变就变了 这是典型的 双重标准嘛 是吧 谁双重标准 怎么就不是双重标准呢 我这是就事论事 张远 张远 老妞 大家 争论得很激烈啊 杨远 我说一下齐文静的情况 这个齐文静呢 杀死这个刘凯啊 他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刘凯啊 长期地对齐文静 肉体和精神上 进行暴力 进行暴力 这一点呢 是有政客查的 可是大家想一想啊 人活着 是要有希望的 如果是前面是看不到头的恐惧 人活着是没有勇气的 在这个时候呢 齐文静在船上好像看到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啊 可以让他摆脱痛苦 摆脱恐惧 于是他就选择了 但是他错了 他选择了一个 毁掉他一生的一个选择 他杀了刘凯 我想问一问 他的这种情况 不符合法律当中 所规定的减轻的这个标准吗 难道非得让一个孩子 一个七岁的孩子 背负一生 没有父母的痛苦吗 许云 你这个 才是双重标准 正夺救人你不考虑 齐文静 你反倒要仔细考虑起来了 你说得对 不应该有双重标准 应该统一标准 每一个案子每一个人 都要做出啊 最符合事实的事 如果我们有些人 为了其他的目的 不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 还是经济建设 或者是他人的仕途 我们来操弄法律的话 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法袍 我们就没有资格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讨论内容 用哪一条的刑法来给这个人定罪 因为最应该定罪的就是我们这些掌握法律的人 齐悉 不好意思 你说得过于激动了 就是因为他曾经被虐待过 就可以杀人了吗 不错 不错 问题是齐文静在刘凯生命危机的关头不是过失啊 是主官故意将他弄下大海大火 故意杀人的情节非常清楚 而且还有相关人员作证 后来他又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跟另外两位被告共同编造了 自行跳海的谎言 请问这一切 有符合从清判处的条件吗 卓庭 我说的是啊 卓庆轻判的基础 他有这个可能 显然这样 看法尖锐对你 无法统一 还是投票表决的 我同意 我建议 按齐文静死刑 但 还击两年之情 八票 差一票 撕坏 同意 判处 齐文静死刑的 等等 我同意 判处齐文静死刑 还期两年之刑 酒票 酒票 撕坏 通过 vocal计刑 是否还是得到 他就算了 脑头 是弱童费的 全体起立马 心安 叛决如下 小匹 优养 刑 刑 逐 岑 云 我这认为 被告人秦文静 杀死王贵平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杀死刘凯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被告人李宇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三年 被告人证夺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齐远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郑夺他装装病 就只判了六年 而齐文静他那么可怜 却要判他死刑 为什么 郑夺这个事情啊 既成事实 我们尽力了 无法改变 齐文静呢 的确是罪不至死 但是审委会啊 有一些人的想法很难改变 也许只有死缓 才能说服其中的一个人 改变他的投票 可是虽然判了他缓刑 可是也是对他的一种宣判 就等于说告诉世人 他罪大恶极 您让他以后如何面对 自己的女儿 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 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 阿拉松 只要人活着 就会有希望 这个法律 又不是给齐文静一个人定的 又不是只判他一个人的死刑 你为什么不想 法律救了他呢 现在给他判了一个死刑 没准啊 他可以通过这个死刑 变成无期徒刑 也可以变成二十年 如果你今天纠结 那没准最后的结果 就是必死无疑 如果不能白指黑字案例执行 宣判的结果 都是要靠人投票的话 那我们辛辛苦苦 我们学了四五年 才考过的思考有什么意义 我们那么辛苦背的那些法条 又有什么意义 马拉松 你不能以偏改权 你问刚才说的 法律还有公平公正呢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的法律 也没有完美的审判 那任何啊 对事实真相的审查 都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 重新理解 所以它不可能没有偏差 如果我们要能做成这样 就已经不枉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了 齐愿 好了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想不通 想不通 你慢慢想 我相信 你会想得通 对了 郭伦怎么样 他挺好的 他现在住在小学同学 范大志的家里 然后一三五照常聚上手游开发 好 我也是真服了他 在小学生里 儿子 在小学生里 我还挺好的 刚好 杭特 Iz happen 你们来脱筋 我们来看 喝 辣椒 嗦 由 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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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意来找我的 我问你 你是不是也是余传案的法官之一 你是不是也是余传案的法官之一 这人资料你有吗 这么多 你要她的资料干吗 我严重怀疑我姐的失踪跟她有关 你有证据吗 我亲眼所见 我清楚记得 当时在游乐场 我姐是被一个左眼旁边有八坑的男人带走的 郑多她也的确左眼旁边有到八 可是这世界这么大 不一定只有她一个人是这样的 郭鲁 你姐姐这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了 你真的还能记得住那个人的长相 你真的能够确定 那个人就是郑多吗 我 我不确定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她一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想啊 渔船上有八个人死了五个 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记者 这也太巧了吧 你说胡白啊 胡白他可不是被郑多给杀死的 他是被那个逃犯王过瓶给杀死的 谁能证明 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谁能证明 胡白一定是被王过瓶杀死的 换句话说就是 谁能证明 胡白就一定不是被郑多给杀死的 这也太巧了 只要有这个人在 就一定有记者出事 这该不会这是我们的异象吧 我问你 你到底帮不帮我查 不帮我查我走了 你别急 我又没说不帮 我帮 我帮 谢了啊 你刚才那个 特妞 不开玩 他真的有事 屁股 林郝 我想郭建那案子会有进展 老郭家 我非常地了解你的心情 但是单凭直觉 不够立案的标准呢 我知道 我也就跟你说说 再说了 郭建那案子你又不是不清楚 但凡有一点线索 早就有进展 咱们不能单凭一个直觉 去把人抓起来了 还有啊 这个争夺现在已经进监狱了 你先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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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要不要我去给你倒杯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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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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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都不走了 您 您先回去吧 张工他们还等着您给 北城三期的项目规划书做指示呢 要不 明天再说 对 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 好 回去吧 好 那我先走了 跟我做对 是吧 那只能跟你说拜拜了 我跟你男人之间的事还没完 怎么着 我真想好了 不跟我这儿住了 你回去干吗去 再不回家 谁去监督她 去找我姐 那倒是 要不然这样吧 我送你回去 正好啊 我这好长时间没见你姐夫了 一度脱墙地说呢 怎么样 不方便 我先不回家 先去参加她一个亲戚的生日 不是 那你带我一块不就完了吗 不方便 走了 别啊 你带我给你一块呗 走 要不是非非生日啊 还请不动你这个大领导 你听你瞎说 嫂子 我早就想看看你 郭伦来了 你看你太客气了 还带什么蛋糕啊 快快快 坐 人都到齐了 开吃吧 郭伦 给你打招呼呢 嫂子 真帅啊 真帅啊 都这么高的大小伙子了 来 别客气啊 吃吃吃 霏霏 生日快乐 霏霏 你过轮收拾祝你生日快乐呢 好 谢谢 霏霏 哎 眼睛好点了吗 好什么呀 你堂哥 虽然生意做得算是不错 可他常住外地 忙得不可开交 毕竟全公司这么多口人 要张嘴吃饭 要张嘴吃饭 就我一个人 在伴着街道幼儿园 既当爹又当妈 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能帮到他 嫂子 辛苦你了啊 霏霏倒是不愁吃不愁穿 可就她这眼病 也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小伙子能看上她 她嗓就想多了 蚂蚁那么渺小 还会坚强慵懒的生活呢 不放飞飞啊 博伦说得对啊 去过好几次医院 那个贾大夫啊 还是那句话 他这个情况 只能角膜移植 可角膜 不是说有就有的 要排队 我想 齐恒 你好歹是法院的大领导 我想 如果你能给医院的 哪个领导打个电话 那 礼物我都备好了 妈 霏霏 没关系 嫂子 这个事啊 恐怕有点难办 别说我不认识 这个医院的领导 你就算认识 你像霏霏 她这种情况的人 在医院里边 成百上千的 都排着队呢 咱们去加三 不是特别好 行了 行了 办法会有的 嫂子 咱们一起祝福 生日快乐 你这又怎么了 齐大法官 这是我的私人攻坚 您不知道进门之前 要先敲门吗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齐恒 我问你 别人家亲戚都是亲戚 您齐大法官的亲戚 就不是人了是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姐嫁给你呢 是因为她倒霉 我作为你内地 我也认倒霉 可是霏霏跟你有血缘关系啊 你又这么冷血 要像对我一样对她 她眼睛有残 王王 你这个事跟飞飞的不一样 她角膜移植 都找关系 不排队 给院长打电话 那其他排队的人怎么办 医院是不是乱了 社会是不是乱了 你这样能行吗 你就是一嘴炮亲戚 你去管那些官伤病人啊 让他们不要去霸占 稀缺医疗资源 就会管自己的亲戚 我明白 怪不得想不到我姐呢 连自己亲戚都不管 你别动不动 什么事都拐到你姐身上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请你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额制改革 全省政法系统学习论坛 素衣衫家日饭店周末两天 自由报名 素衣衫 这个周末那是不是有个美食节啊 是 我听说那儿有个国际美食节 怎么样 去不去 去啊 必须得去 好 那么我从今天开始就不吃饭了 我准备到了周末好好吃它一顿 不对 狠狠地吃它六顿 它不 连场宵夜狠狠吃上八顿 八顿 八顿 牛听好 我来报到了 好 王博来了